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财资Talk 我是Debbi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新看到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网志 他提到为了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想加快中港两地金融产品的互通 当中特别提到跨境理财通这个产品 准备就绪 听他这样说 似乎应该很快可以拍板并出台 所以今天请来一位嘉宾 和大家了解多一点的细节 在我身边是中仁客人 我们是Sally Sally 你好 欢迎你 Sally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 和投资者讲解多一点 一些关于跨境理财通的细节 又或者可以投资什么 或者有什么要注意 让他们可以预先做一些准备 好 不如我们从很简单很直接的问题开始 我经常都说跨境理财通这几个字 但其实实质上 不是太多人知道 什么是跨境理财通 还有如果我真的需要 参与这个交易的话 其实有什么准确条件 好的 其实跨境理财通 是一项即将要推出的 互联互通的全身服务 如果推出跨境理财通 就意味着大湾区的居民 个人可以进行跨境投资 可以去到大湾区 购买一些指定银行的 合资的投资理财产品 而根据购买人的身份 它就分为南向通和北向通 首先北向通的申请人 其实就是港澳居民 要求持有效回乡证 以及非弱势群体的客户 而对于南向通的申请人 通常我们说 就是大湾区九个城市 户籍的居民 或者是在大湾区这九个城市 连续缴立社保 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满五年以上的居民 当然南向通的申请人 还要符合南向通投资者 一些资产和其他方面的要求 同样也是非弱势群体的口 明白了 听你这样说 很简单 就是南向北向互联互通 这个资金流动的概念 其实想想想 很多年前已经开始有先例 例如是我们经常会接触的 互芯港通 又或者在六年前 其实已经推出基金互营 可以卖基金产品 其实认为今次再推出跨境理财通 那个优势和吸引力 会不会仍然这么大 其实我都一样看好的 因为本身内地新经济 就一定前力 而大湾区是一个开放程度很高 经济护利又很强的地区 同时它也是一些创新科技 多元化的产业链中心 也是我们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最有钱 是的 最近这几年 很多国际的投资者 都是增持了人民币的资产的 所以我们相信 如果看好内地经济发展的香港投资者 透过理财通的服务 可以开拓到他们自己 在本地或者跨境一些资产配置 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理财的选择 所以都会觉得有吸引力 有吸引力 不过这样 有选择也要有需求 是不是 之前我看过一份调查研究报告 就是来自西银的 它提到内地居民的储蓄率 其实就原来很高 差不多45% 香港我们就不知是否习惯卡 储蓄率低跌 大概25% 我再看一看 其实大湾区的人口涉及有多少 原来是7000万人 即是香港的9倍 是吧 如果是这样 即是我们再一步了解内地的一些资金 其实这几年想冲出去内地 即周围去挖一些投资机会 那个异欲 会不会比之前更大了 这个我想一定是 大湾区的而且确是有一个很庞大的客户群 其实我们看2019年胡润的财富报告 都有数据显示 大湾区持有超过600万人民币的富裕家庭 其实都有37万 37万 是的 而这个数据是多于大中华区同一类家庭资产 超过两成的 所以相信将来这个都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规模 那可能呢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那些钱想走出来走不到 是的 以前没有通道 是吧 有很多限制 是的 特别就算有通道 其实都会有一定的限额 是吧 例如大湾区居民想将些钱配置出来 但比如用途和限额那方面 都是限着它一定比例 那变成想出来 但是那些钱就出不了你 未来你觉得那个理财通 在那个额度方面 会不会更大弹性和灵活呢 是的 Debbie你再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 的而且确今天粤港澳的居民要进行跨境投资 是受到现有一些政策的限制的 譬如啦 港澳居民你今天 每人每日是有百万元的人民币 可以汇到回到内地的 但是呢 回到内地呢 是只能够作为一个消费的支出欲图 不可以做投资理财 不可以做投资 是的 那同样啦 如果是现在内地的居民 每人每年都有五万美金的额度 可以做跨境的一些支付的 但是呢 这个都是陷于一些消费支出 或者交费这一类的 经常项目下的支出 是的 又是不可以做投资理财的 所以呢 理财通正正是在这些政策上面 是有一个突破啦 那也都给到投资者一个正式的渠道 可以做一些跨境的投资 而且是每个人呢 可以给到一百万的人民币额 那我们相信呢 这个对于港澳大湾区的居民来说 真是给多了一个投资通道 令到他们可以实现更加多元化的资产配置 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会问 如何开户 就是为什么 譬如我之前也有做访问 又或者跟一些人行的金界的朋友聊天 我经常说跨境理财通 行不行啊 他们就说 首先真的要看看如何开户 因为你知道啦 就是Sally 疫情关系 那大家都会想避免 直接又要去分行又行那些 但是后来听听下呢 好像为了令到件事的效率高些 又或者反应好些 好像消除了某些障碍 就是感觉上可能是不需要 实体的人出现就会开户 OK 开户的确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是这个理财通服务 最必要的一个环节 我想特别是香港人 就是怎么开户 没错了 那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好 首先我们看回最新的理财通 一个征求意见稿 都有提出 香港的客户要使用理财通服务 我们叫北向通的投资者 那北向通的投资者 是他先要去到香港的银行 先去扮一个资格核实 然后要开立一个叫做汇款专户 那如果他未有内地的账户 其实就是需要亲身去到内地的指定银行 可以开一个全新的个人投资账户 那当然他也可以在香港银行 透过见证的方法去开这个账户 如果对于以前已经在内地开了一些 人民币的银行账户 那他可以跟内地的客户银行 去提出一个申请 那内地银行都可以将他这个账户 作为这一次的理财通的专门账户 那也有优势 是的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二届 大家都很期待 正式的理财通细质出来的时候 真是后户不需要亲身去到内地 就可以开到账户了 那反过来 如果给大湾区的居民想来买理财产品 他们开户是不是跟香港人都待遇差不多 现在的细质是这样去提出来的 就是说 其实是可以透过内地的银行 去帮我们见证 即是说 大湾区九个城市的居民 如果他想作为一个理财通 客资格的投资者 他也是可以透过在内地的银行 见证的方法 来开纳在我们香港的这个投资账户 所以是可以不亲身来到香港的 那方便 OK 那相对于投资者来说 我想除了说开户怎么开之外 最重要当然是究竟 方便 方便 另外就是那些产品和回报 究竟其实是不是真的吸引 那都要问一下Sally 就是产品来说 我们香港人 我都会很想知道 就是买内地相关大湾区等等 那些的理财产品 其实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产品可以投资的呢 这次的理财通 其实在那个征求宴稿 都很清晰地说到 南北两向呢 那些产品具体可以投资什么 那对于北向通的产品来说 内地的银行都是根据监管的要求 去做一些准的 那目前来看呢 就包括一些中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产品 那主要呢就是由 内地的理财公司 发行 还有呢 由发行人和内地代销银行 一起大家平定为 一至三卡的中低风险 内地投资者呢 他们又可以买什么产品呢 下来我们这边 是 内地投资者下来香港做投资 南向通的投资 在南向通推出初期下 我们都见到有媒体系报道 其实都是一些存款 和低至中风险的一些 非复杂的债券 还有呢 就在香港注册 又经我们香港证监会认可的基金 对 就是货币基金啊 那些就是比较稳健型为主 对 对 那厉害来说的 就是以一些稳健型的投资产品为主 最初呢 就应该不可以做一些抵押 或者杠杆等等 是 不过虽然你告诉我 我可以向上投资的一些理财产品 都是很简单的 很稳阵的 但是香港人呢 都依然会觉得是很陌生 因为好好的 我也没什么太多留意的那些产品的 不如Sally和大家讲一讲 究竟内地的理财产品市场 有什么特性的 和那些产品有什么特点的 ok 好 那其实呢 我们看看2020年 中国银行业理财产品市场的 一个年度报告呢 有指出的 内地现时的理财产品市场呢 大概可以说有三个很主要的特征 第一呢 就是投资者的规模是稳步增长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过去一年 个人投资者的增长呢 是升了一倍的 而机构的投资者更加是增长了两倍 那第二呢 就是内地的理财产品呢 通常都是一些中低风险为主的 这一次即将推出的理财通 其实都是一些中低风险的产品 那所以相信客户会有丰富的一些选择 第三个特征呢 就是产品的收益率相对比较平稳 那我们知道了 现时香港的一些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回报呢 大概是两到三厘之间 而根据过往的一些数据显示呢 内地的一些人民币理财产品呢 通常的回报是会略高于这个数据的 那我也有做一些研究 又或者去看看不同的内地理财产品相对的回报呢 那我见有很多选择呢 就是譬如四五厘那些都是比较普遍的 而且有一个特色都挺有趣的 就是他们的年期的选择方面呢 其实有一些比较短年期的 就是如果大家因应譬如一些环球的利率的走向 去做一些譬如部署的话呢 可以比较多不同的一些年期的选择 那这个都挺有趣的 不过如果相比内地 我就觉得譬如香港的产品呢 我们就比较熟资了 而且呢 选择多亦都比较多元化 那我听了很多人说呢 就香港的产品呢 比较适合一些做稳健 或者长线的一些配置 其实Sally又是吗 你觉得 我也是这样认为 是的 那因为我们看到了 香港投资基金的工会呢 在最新的一期 关于跨境理财通的调查报告当中 都指出呢 其实投资者最关心的 比如如果是否对南向通感兴趣 他们认为前三大的原因呢 多数考虑是 是不是多元的投资组合 能不能够做分散的投资经验去组合 另外就是海外资产 海外市场的投资 是会更加多些机会 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投资者想积累那么多的投资经验 亦都是我们看到整个环球市场的一些 机制发展日趋成熟 所以内地的客户 我们相信他都很期待 有那么多的全球化的 多元化的资产配置 对了 就是一些长期的资产配置 那听到呢 就两地的理财产品 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优势 如果这样 我们参考一下 从一些市场的资产的一些以往的数据来看 其实对于潜在 譬如北上和南下的理财产品的需求 其实Selly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圖片呢 你猜 我们用数据去看 譬如金管在最新公布的数据都显示 直至今年的上半年 那其实香港的人民币存款 是已经接近八千亿了 那所以 其实大家都陈提一个更好的投资机会 那我们都去分析就是 如果是长期看好内地发展 和看好人民币长远发展的效果来说 李财通就正好给了一个这样的不错的选择 那它一方面可以把握到 国内一个更大的深发展机遇 另外呢 亦都可以是 在 现有的李财通 中低风险的产品当中 去配置到一些 在香港配置不到的产品 那所以对于香港的投资者来说 可以既把握到人民币的发展机会 又可以把握到 在内地 比较好的一些投资资产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期待 这次这个瓜景李财通 主要是跟大湾区的市场接通 你觉得如果我用深股通 例如之前的数据来做一些参考 其实会否准确一点可以量度到 究竟上面会热一点 还是南下的怎样会热一点 其实各有相当 两者都有大增 是的 我们看到在过往一个新股通 港股通的一些资金流产情况来看 就是今年的1至7月对比去年 其实都有比较高的一个增长 所以看到两地的投资者 对于对方的市场投资 都有一定的需求 所以我们相信李财通 作为一个新的投资通道 亦都可以满足到大湾区的居民 去配置对方市场上一些资产的需求 我觉得除了我们参考这些数据之外 最好其实就问一下Selly你本身 因为我想你们都会接触很多不同类型的客户 是的 我想知道实际上 我们一传出说有跨境李财通之后 已经很多银行已经在准备了 其实客户的查询和反应是否热烈的呢 其实李财通是去年开始到今年 大家普遍很关心和很关注的一个焦点 而我们的客联中心 其实每天都会收到一定的客户的查询量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有两个问题 就是他们都表示对李财通欢迎和这么多关注 最重要的关注就是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关于开户流程 就是刚才阿贝也有提到 是的 他说疫情 那是不是我一定要亲身去到内地呢 那所以我们看回最深的征求意见稿 其实客户是有望 不需要侵臨到两地 都可以在线上见证的方法 去办理到李财通的相关服务 那希望这里可以解决到后备的担忧 是的 现在方便很多 没错了 没错了 那第二个就是关于雅度是否足够 那现在这个征求意见稿 就说的是南向通北向通 各会有1500亿的总雅度 还有每个投资者都会有每人100万的人民币雅度 那所以我们觉得借回这个数据来看 以往的互联互通的一个经验来看 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 监管是会不时去重建 比如那个雅度够不够 整个风险管理的情况是怎样 产品是否够竞争力 接着又会结合当时的市场 我们预期下 这个将来会有调整的空间 例如QFee和QD那些 都一直看着反应 以及何时到达到额度而去做调整 没错没错 即使买卖股票的深港互通 其实都有做过相当的调整 没错没错 那我们看看未来会不会 是吧 那理财通对于不少银行来说 我就觉得是比较大的机遇 是吧 之前我看到彭博就引述过一个研究 那他就预计 他说理财通开通之后 其实单是计手续费那些收入 每年可以为银行带来 差不多4億6千万美金 即我计算36亿多港元的额外收入 那其实你预计呢 今次这个机遇 对于银行界来说 是不是真的这么大 有没有能量化 如果按现时的一个额度 刚才我们说到 南北向国有1,500亿的总额度 而每位投资者 就会有100万的人民币 那我们预计呢 就是最满算 用完这些额度 那可能就南北相向 会有接近30万的投资者 那按照这个数据去预测呢 我们都测算 预计会为市场 带来大概7亿美金的收入 那这7亿美金的收入 当然是刚才说的 主要是客户购买一些产品 或者要做一些货币兑 带来的手组费 其实对于银行来说 我相信是更多地看好 和客户长期合作的 其他的业务合作机会 那当然上述这个7亿多的收入 其实都是说 越港澳大湾区所有 参与的合作银行的数据 OK 大概五十多亿港币 是的 但实际上的银行 是这些相关的投资 其实都有 对不对 一两年之前 其实已经开始说这件事 然后最近几个月 大家都说 我们为了跨境理财通 准备了很多人力物力 系统的升级等等 那你们其实是否也很早开始 已经准备了 即现在准备就水了 一定是 是的 其实中人香港 也是很早就按监管的一些指示 去做相关的准备 那我们中人香港是一个分行网络 系统 产品 特别是我们的服务人员方面 我们都准备了 比如我们在大湾区来说 中人香港有最优势的资源 就是我们的服务网络 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 其实是有接近一千家的营业网店 分行那些 是的 还有我们中人对跨境的工作 的服务经验其实是丰富的 还有我们本身中人香港现时的 一些电池渠道的功能 也都更加丰富和更加全面 那对于系统和产品方面 一定是已经按监管的要求 做好所有准备的准备 那值得一提就是关于人手方面 请多了人 一定是的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市场 应该还在请人 一直在请人 是的 其实365天都在请人 所以请人方面是这样 我们相信我们的同事 是熟悉大湾区 熟悉大湾区的客户 那我们其实都不时有些同事 可以去到大湾区内地的中国银行 去进行一个工作的交流 了解文化 了解文化 多点了解客户的需求 了解两地客户的一些需求 有些差异 那大湾区的同事都可以来 大湾区都有同事 是来中银香港工作 那我们有这个机制 所以我们希望是有一支 两地街董的团队在 是的 专业团队 去为整个大湾区的居民 去提供跨境服务 好了 我想中银香港都已经 准备就绪了 不过还继续请人 大家有一次投身 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我想 暂时我们今天得出了一个结论 可能正常开通 然后产品选择 比较稳定 投资者方面可能 最初来说也要慢慢摸 直至大家对于两地的一些理财产品 有更深的认识 我想 遲些产品的选择 就会越来越多 今天就谢谢Selly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有关跨境理财通的一些资讯 那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越港澳大湾区各地政府 致力于加粗大湾区的互联互通发展 中银集团一直努力为关区居民 提供全方位的跨境金融服务 而中银香港始终坚持以后务为中心 维湾区居民的出行、生活、工作 以及致意等跨境金融服务需求 提供更加便自优质的服务 我们还特别维湾区居民推出了 开户仪、支付仪、保障仪 以及致意等特色跨境服务 中银跨境服务仪 乐享湾区如此仪 期待你来体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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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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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